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一讲我们来学习两个简单的辅音 和 这个音在英语音标里面也有 很简单 上下唇避起来 然后一股气息从嘴里面发出来 冲破嘴唇 就跟我发一下 它比汉语拼音里面的 送气要强一些 我们看一下 它的发音规则 字母胚 两个胚 或者字母背 在词尾的时候 都发p的音 我们看一下例子 panda punct punper cup papa pooper mapper 字母背在词尾 deep up gap gapped gibst 这边专门画书的长线表示它是长音 为什么是长音呢 因为这个gapt 它只是在gap这个词 它的基础上加了一个词尾 这个时候 它还是按照它的基本词的发音去读 因此它基本词里面读长元音 那么它这边的原因依然还读长音 gibst也一样 它们这三个词都是动词 gaben 它的变位形式 这个在学习语法的时候我们就会碰到 好 我们做一组发音练习 跟我读一下 p pass 护照 pau pause 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说 man we are in a pause 就是说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pauze就是暂停的意思 休息 我们看第二个辅音 b 这个英语音标里面也有很简单 我们发一下 b b 它的发音规则是字母杯和两个杯都发b的音 我们看一下例子 bing bat bunt abent biner eber heben 好 我们做一组翻译练习 对比一下 bear bau boy bear bau boy吗 我们对比一下 p和b poo per boober pipen bitten gab gaber deep deeber napp naber 好 我们做一组对话练习 跟我先读一下 hello here is honey may hello here is liley ich gehe heute abend ins kino komst du mit ja gerne bis dann auf wieder hören auf wieder hören 这是一个电话对话 我们可以看到 here is 就是说像英语的电话 接电话的时候自我介绍 会说hello this is 一样 说你好 我是韩美美 你好我是李雷 今天下午呢 我要去看电影 ins kino game 是看电影的意思 heute 今天 comst du mit 这个短语经常用啊 你要一起来吗 comst du mit ja gerne 非常乐意 那么到时候见吧 bis dann 再见 到时候见 auf wieder hören auf wieder hören 我们大家都熟悉了 每一讲结束 我们都会说 auf wieder sehen 那么auf wieder hören 是电话里面 说再见的用语 auf wieder hören 好 那么这一讲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auf wieder sehen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